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我的這一顆大型的蝴蝶藍 它的名字叫做Phalenopsis sesame 也就是芝麻 那顧名思義喔 其實你看到它的名字跟看到它的這個花朵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它叫芝麻 因為真的就是白底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斑點喔 這顆蘭花是我蘭花裡面最大型的一顆 那也就只有一顆 因為我個人比較偏好中小型的蘭花 因為畢竟我不喜歡太多的蘭花占掉太大的空間 那也是因為我在家裡面 每一個地方都有它專屬的功能 比如說我的這個溫室 就是我的這個sun room 專門養蘭花就是蘭花 但是因為畢竟位置還是有限 所以我還是比較傾向於中小型的蘭花 這樣我可以稍微多顆一點 然後不會占掉太多的空間 在我買完這顆蘭花之後呢 過了幾個月 其實我有看到 有它同樣一顆這一種蘭花 但是是中型的蘭花 其實當時呢 我是蠻後悔買了這顆大的蘭花 但是已經買了 所以就繼續保持養護 那中型蘭花當然我是沒有買 因為為什麼要同樣一種蘭花買兩顆呢 因為它也就是很平常一般的超市蘭花 沒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算是常見 所以我就是只保持了這一顆 好 那這顆蘭花它沒有蓄花性 那在背景後面 你應該有看到它其實有兩個花梗 其中一個花梗沒有花 那是它去年它留下來的老花梗 我知道這顆蘭花沒有蓄花性 但是呢 既有花梗 我還是保持下來 老花梗我保持下來 原因是因為呢 我相信它裡面的織意呢 當這個花梗在被淘汰的時候呢 裡面的織意可以被蜘蛛 再吸收回去重新利用 我個人呢 大部分的蘭花 我是對花梗的動作是 只有它變黃乾枯 我才會剪掉 否則的話呢 我就是保持 那建議一些新接觸蘭花的朋友呢 也採取這樣的一個動作 因為有時候 你還是有機會 能夠買到一些有蓄花性的蘭花 那當你在不確定 它有沒有蓄花性的情況之下呢 花梗最好不要剪 因為它也許會重新在花梗 長出花朵 或者是高牙 都有可能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建議你啊 如果你不熟悉蘭花 自己本身有沒有蓄花性的話呢 在花梗還沒有變黃乾掉之前呢 就不要剪它 順其自然 然後等到你很認識這顆蘭花之後呢 你知道還沒有蓄花性 那你如果不想要看到花梗 開完花之後 你剪掉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蘭花 它當時在長花梗的時候呢 我其實是希望它能夠朝上長 而不是往光源長 因為它這顆蘭花白的位置比較高 那如果按照光源的理論來說呢 它應該就是會順著葉子的方向往前長 那這樣子呢 會占掉一些珍貴的平面空間 所以我就是在它長花梗再變長的時候呢 我就用了這個綠色的鐵絲 Twist Tie 然後就是把它固定住 然後當它長一段時間變更長 我再把這個綠色的鐵絲再往上移 這樣子慢慢的訓練 這顆蘭花的花梗是直直的往上長 因為它當時還不夠長 所以我沒有辦法直接就是把它 用夾子扣住在這個後面的這根桿子上面 所以我是利用這個 用綁的 綑綁的方式來做固定 那到最後呢 它長到一段時期 我覺得差不多長的時候 我就不會再把這個鐵絲往上挪 那你看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用夾子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因為它當時還不夠長 所以我沒有用夾子 但是呢 等到它一旦夠長了 我就可以把它 這個鐵絲拿掉 然後用夾子來夾 那它呢 就可以比較不會被我弄斷 因為如果你剛開始啊 很短的時候 你就想要想辦法 把它固定在桿子上面 有時候 不小心可能會把花梗弄傷弄斷 那這顆蘭花呢 其實它從以前 每一次的開花呢 都不難養 就是它非常的英文叫做Hardy 其實就是比較不敏感 就是說我即便是挪動它 或者是做一些就是比較粗魯一點的這個 焦水啊 然後倒水的動作啊 其實它的花包啊 都沒有掉過雷 沒有消過包 所以是這顆蘭花我覺得蠻厲害的地方 那我對它其實有一點 笨手笨腳 或是比較粗魯 是因為它是超市蘭花 比較常見 那我也想要看看這顆蘭花的底線在哪裡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開花過程啊 我對它的這個挪動是有比較多 就是想要看看這顆蘭花到底會不會 下包掉雷 當然這是有風險的 所以你們自己要去 預估這風險 看你要不要這樣做 我對這顆蘭花今年是有做這樣的試驗 但是試驗之後呢 下一次會不會再這樣子 應該也不會了 這只是就是一個嘗試 這顆蘭花是沒有香味的 而且呢 其實我網路上查了一下 它的父母親本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顆蘭花呢 真的就是雜交品種 就是它是有非常多父母親本 所以呢 如果你要一直追溯到 它到底是有哪些原生種在背景裡面 其實 你如果有找到的話 告訴我 Good for you 但是我沒有那種美國時間 去慢慢找這些東西 所以呢 只能跟你說 這顆蘭花是雜交品種 然後是叫做芝麻 Sesame 養護上面呢 這顆蘭花 我給它的肥料 四分之一濃度 那每一次呢 我給它大概四分之一杯的水量 那因為這顆蘭花呢 它是種在樹皮的戒指裡面 所以呢 四分之一的水量呢 其實你交進去之後呢 很快的就會流到底部 所以呢 在這個戒指中間呢 它其實存留 或是能夠當時被吸收到的水量有限 所以呢 這顆蘭花呢 我每一次交完之後的下一個禮拜呢 我會斟酌 看它情況 我其實有時候會用泡的 那我泡的時候呢 不一定是整盆的這個容器都會泡到水 有時候我就是泡它的底部二分之一 或底部的三分之一 因為其實你時間泡夠啊 其實它透過就是一些吸收 它其實慢慢的呢 也是可以把水氣水分往上吸 那這顆蘭花呢 我每一個月的月底 還是會定期就是泡滿水 然後來沖洗掉一些不必要的 這個雜質啊 肥料鹽分等等 所以這顆蘭花呢 其實即便是每一次在四分之一杯水 的這個水量 沒有辦法達到 很好的這個水分的吸收 但是就是在月底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次嘛 就是會有充分的這個泡水 所以這顆蘭花呢 養護上面是相當容易 也沒有太多太多的 這些不必要的特別養護 這顆蘭花我對它的計畫呢 就是呢 今年跟明年呢 我還是不會換盆 來看一下它的生長狀況 那等到它出現 需要換盆的一些現象的時候呢 我才會對它進行換盆 所以可能是幾年過後 到時候呢 有更新再跟大家報告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 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結束了 感谢观看